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即時攻略這個環節 身邊嘉賓就請來Arno Arno 你好 Yo 你好 大家如果有什麼股票問題想問Arno的話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2004-6566 又或者將問題WhatsApp去到9157-1428 亦都可以連入去到ask.bschannel.com 同一時間我們耀塞塞檢台的Facebook 以及YouTube Channel都在做直播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知道想問的話 都歡迎大家留言 Arno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首先跟大家看看恆子最新走勢 恆子今早就高開80點 之後就一度要倒跌 現在就在升37點 暴起30506點 而國企指數就升幅大一點 升43點 暴起12021點 而大市成交今晚暫時有357億元 接著就跟Arno說回今天的大市情況 看到外圍局勢又好像有點動盪 意大利的政局雖然就稍微冷靜下來 但之後又看到貿易戰又再升溫 美國就宣布向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 徵收鋼類的關稅 而加拿大也即時抑鬱 作出一些反擊 以及今次好像真的禮真 因為美國就說這些關稅政策 在6月1日就會生效 而加拿大就說在7月1日就會生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6月開局就這樣 後市應該怎樣部署呢 其實就看回影響性又不是很大 其實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對於港股或歐洲股市說 都沒有造成一個很大的衝擊 主要原因大家嚴加亂都覺得 是北美貿易談判問題 這個因素距離全面爆發貿易戰 又不是的 因為特別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等 都是對美國進行一些報復式的行為 所以大家看到 只會擔心 唯一的風險因素就是 美國會不會好像玩過龍一樣 那當然是 國家報復式對它徵收關稅 實際上會不會是全球大是一個貿易戰商 又未至於 所以其實消息出來之後 你見到無論是港股的ADR 夜期或者歐洲股市上面 都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相對地反而美股的表現 是更加略為影響性比較大 但是對港股來說 今次見到完全不關事 現階段純粹是見到 內地股市又見到 有個獲利回吐的情況 但是跌幅都略為有所收窄 始終最主要最重要就是見到 一些經濟數據 看看昨天的官方製造業PMI 比市場的預期更好 但是財新反映中小企 國際製造業PMI 大致上都是符合市場預期 所以市場正在消化這些消息 但實際上我覺得表現是不差的 所以在內地股市方面 我覺得其實自從A股正式流入MSCI之後 短期預料外資仍然會繼續增次 我相信對於國際投資者來說 A股市場會越來越有興趣 所以在資金方面 不是太大問題在 只要政策層面上沒有 就像之前說的一些違約 相關的風險 逐漸提升的話 我覺得內地股市也有機會繼續反彈 短期來說 看看上證綜合指數 有沒有機會突破310000這些水平 如果突破到的話 我想港股後市表現 都未必會太過差 如果和投票走勢上 都見到港股和A股今天的走勢是一致的 短期來說比較關鍵 我們會看到大股市場會有機會突破310000這些水平 看看能否突破 如果要升穿馬 其實後市有機會再試分310000這些位置 但是以現階段的狀況 要突破310000這些阻力位 我覺得都未必那麼容易 好啊 即是Anon仍然覺得 維持可能會先上落駐價格 去到差不多都會頂住 未必可以升穿到一些阻力位 好了 說完大股市場之後 再和Anon說一下煤炭股 看到煤炭股都可以說 表現得挺神勇 看到中國神話1088 一度升超過4% 而延周煤171 也創過一個月的新高 暫時最高見過11.78 很多時候 而你看煤炭股大家都會看過煤價 首先都問Anon 現在到底煤價的水位算不算高 其實煤價應該沒有什麼條件會斜高 始終之前內地方面都在說 目標在6月10日前 將5500大卡的北方煤價上 都要落到570元一噸 這方面的消息出來之後 其實預料煤價是短期來說 很難會有大升的情況 但是當然平時看煤炭股 我們會直接看煤炭價格 因為在內地嚴格執行 一個供給質改革的因素下 其實煤價方面的整體變動 影響是大的 因為整體產能方面 預料要嚴格執控 所以不會有產量大升等等的情況 所以他們的盈利良力 完全依賴相關的資產價格 但是現階段煤炭股的情況又不是完全一樣 特別現階段說 要嚴控煤炭價格 不升不起上來 某程度上是鼓勵煤企 特別說一些地方 煤炭供應相對比較緊張的地方 去加大產量 所以其實煤炭股今年來說 除了看煤炭價格之外 他們的產量能否提升 這也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近期也有消息說 一些煤炭公司開始增加產量 所以我覺得煤炭股方面 未來後市的看法又不需要那麼悲觀 這些位置股值仍然屬於便宜 不會有一個很深的調整空間 我自己看煤炭價格未來的走勢 應該會預料相對比較平穩 但是未來的業績上 我覺得未必是那麼悲觀 剛才Anno你說 預期來的煤炭價不會大升 相對上可能是平穩 不過近期法國又推出了一些措施 推出了九項的措施 希望進一步穩定煤炭市場間隔 當中包括什麼措施呢 譬如增加產量 增加產能 增加運力 增加長期協議 調查庫存 減少耗煤等等 希望令到煤價可以回到市場的合理空間 以及之前也有報導 中國計劃增加美國煤炭的進口 其實這些政策 會不會反而令到煤價 未來會有下行的壓力呢 我想調整壓力真的不會很低 因為特別對於煤價或產能過程 相對比較嚴重 好像煤炭水泥鋼鐵這些相關的行業 基本上現階段的價格 都被中央嚴格控制住 其實很多生產工廠 以現階段的營利能力水平 有條件增產 但最主要就是供給質改革 各個地方要突然加大產量 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未來價格下跌 除非外圍方面的因素 有明顯轉差的跡象 否則很多商品價格 就應該不會有很大的下跌空間 至於會不會加大美國煤炭進口 這些相關因素 你真是言之上早 中美貿易的關係 最終發展成是怎樣 一個未知之數 即使加大 又未知會導致煤炭價格下跌 其實之前也有個明確的消息 就是把煤炭價格有個目標 設定到大約接近600元以下 550至5600元這些位置 其實就算落到這些水平 煤炭價格也是跌一成左右 又不算會有一個很深的調整幅度 所以我想 看回到現階段對於煤炭股 我自己的看法 你今後會出現 就是有機會 煤炭價格雖然是跌 但有機會出現一個薄利多消的情況 所以我想現階段煤炭股 我看法就不會太悲觀 但是要好像以前 有這麼明顯的炒作 我覺得未必容易 如果Anno 問多你一點 如果沒有貨在手 大家還應不應該買呢 如果有貨的話 應該是否繼續拿著 還是看到這麼高位 都應該要獲器呢 都是看著估值來看 始終現階段 以煤炭股 提中以龍頭 中國神話為例 現階段的估值 都是大約七、八倍PE 左右 你說今年 可能煤炭價格跌 盈利能力可能會轉弱一點 但有機會出現薄利多消的情況 所以實際上 盈利增長能力 未必是這麼差 可能真的有機會倒退 但是幅度可能 都是一成左右 甚至說 煤炭價格 落到這些水平 長遠 看未來兩三年來講 產量回升 實際上 公司的盈利能力 可能都仍然在 最重要的是 始終煤炭價格不會跌到 一個做每噸煤 即是每生產一噸煤 都會虧損狀況 所以說到煤炭股 現階段的估值 都不算是貴有貨的 我會建議繼續炸炭 但是看目標上面 如果多升一成 接近9倍 10倍PE 就開始會屬於貴 所以我暫時來說 中國神話 要突破22元這些阻力位 都未必那麼容易 但是有條件衝勁去突破 如果升出22元這些位置之後 可以看到之前的高位 但是是23元這些位置 所以暫時會建議大家有貨的 看到23元這些水平 但是可能真的相對地 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而短期後市來說 只要繼續站穩在50天線 20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有條件隔離 好 看到你現在的中國神話 升超過2% 佈在20.95元 說說看 看到恆子又再升多一點 現在升108點 佈在30573點 好了 然後再想和Arno說一說 今天的焦點 就是新手禮1910 之前被沽空機構追擊 今天就復排 現在升超過7% 佈在28.8元 今天一度最高見過$31元 集團宣布行政總裁CEO 以私人理由辭職和辭任 沽空報告發出了一些澄清公告 認為這個報告其實都是一面支持 以及有誤導性 對於CEO學歷的披露 其實一直都是準確無誤 也有提到這個帳目 就是匯對計算的準則影響 我覺得這次的澄清公告 是否真的可以給投資者一個信心 其實我想你在說 今次的澄清上面都很清晰 這方面也是為股價大來支持的其中一個原因 但你說當中唯獨 你所說的CEO是讀屬實 但最終為何要辭職 其實這方面 又會令到人少少沒有信心 所以你說現階段的報告出到你 我想唯一的風險因素 就是公司內部管理上面 大家真的看到有些不善的狀況 所以這方面對股價是有個失望的情況 但值得留意就是 新秀麗這間公司 其實是很多機構性投資者的詐絕 股權的整體持有方面的佔備 相對地比較分散 所以第一方面說新秀麗 很依賴未來大行對它的看法上 而看了股空機構出來之後 其實沒有說有些大行 因為股空的報告上看到 情況是特別嚴重 甚至我覺得伏牌之後股價有得升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之前跌下來的時候 雖然停了牌 但是之後廣交所也公布了消息 有部份的基金去增設了新秀麗 所以對股價來說 都會有個幫助在這裏 但是你說出現這份報告 始終我見到一個問題 都是覺得公司的內部經驗狀況 不是說太理想 你說CEO辭職 當然你說不明朗因素消失了 但是你說會不會說隱身 有其他的問題在裏 我覺得都有這個風險因素在裏 而且在顧空報告上 其實就不同過往的顧空機構報告上 這份真的像是一份社會報告 純粹長談論他們 原因有幾方面 三方面 CEO 或者牽涉到會計上的粉飾活動 公司的營利能力可能沒那麼強 這方面公司反駁了 實際上是否真的這樣 我覺得有待觀察 我都不是說這方面有十分有信心 都不作太多評論 另一方面就講到估值問題 其實估值問題 他們都不是說完全沒有錯 新秀麗 你說估值上面 是不是真的屬於PAN 真的不是 對比國有現階段的品牌上面 我想估值上面 跟第二個點是有點相似 因為最主要很依賴他們的收購活動 帶動他們的盈利增長 所以因此他們的估值相對地較高 所以你說新秀麗 我覺得即使能夠反彈 你說要完全沒有事 我覺得都要延遲一段時間 我會建議你說有貨的 都是嚴守之前27元做這些位置 或者26.35這些位置做止攝位 如果再穿了 理性止攝算了 但是這些位置的時候 我覺得 或者可以將止攝位置高些 28元都沒問題 因為你再穿28元 我想整個形態真的反應是弱的 但是如果不穿28元 可能都有機會 上30元這些位置 去考慮逐步減持 謝謝Anno 不過我們分析了煤炭股 以及說了新秀麗 之後我們先回答YouTube朋友的問題 有朋友想問6169 語華教育 就是教育股 他說5.5毛8便入了 想問Anno上網多少呢 看到現在升超過2.7% 報在5.91 其實教育股也可以說是一個強勢的板塊 如果一個位置算不算是好位置 是否可以多拿一陣呢 其實你是說 都是一個強勢的板塊 暫時來講都沒有問題 教育今天都快要破定了 始終教育股整體整個板塊都是強的 但是從事一些幼稚園 我覺得的確是會有條件可以提高的 近期你看回大行報告都是這樣看的 所以我覺得順著勢 繼續向上網 短期來講 參考一條20天線 5.3這些位置 不穿20天線 整個上升形態 真的仍然保持著 可以繼續向上網 現交段 你說設定一些目標價 是比較困難 第一方面 就沒有說上方有什麼明顯的阻力位 從估值 你任何一個角度上看法 都是屬於軌的 純粹只是說 大家看到未來的盈利增長能力很強 資金不斷去追碰 可能真的估值可以不斷上跳 所以說暫時來說 如果真的設定一個指賺位 可能你突破5.9這些位置 看到6.5這些位置 但其實如果資金去可 有些耐性 其實你繼續中槍線 炸珠不設定目標價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好 接著我們又再回答Cony問題 Cony問了幾隻股份 我們逐隻逐隻說 首先他問了一隻144招商局港口 他又沒有說沒有貨的 純粹希望Arnold給他一些建議 對於這隻股份 看到現在未跌兩仙 佈在17.88 Arnold你自己對這隻股份 又有甚麼看法呢 其實港口股真的 我覺得是慘過搏不過 之前可能借著中美貿易戰 有些舒緩的跡象 大家預料未來 美國會加大對於內地的進口 所以實際上 整體仍然 一些港口的吞吐量 會有機會回升 最主要是炒這個因素 但內地之前也出了一些 反壟斷政策 都說明這些港口股 未來的盈利能力 會有機會倒退 所以實際上 我想股價的走勢 整體仍然會繼續比較疲弱 如果你看到套表勢頭上 之前的利好消息出到你 都收服了 你說要再向上市高位 以現階段的中美貿易狀況 我覺得不樂觀 我就不會建議去搏 我覺得如果股價有機會 落到接近17元這些位置 才去考慮 可能大約是17.2這些位置買 2分16.9做止設位 你博不跌穿之前的低位 承擔大約3-4% 去博反彈 我覺得是OK的 但這些水平 其實我覺得50-50 試分19元 和向下市低位的機會 其實仍然是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我建議抱回官網先看到 Cony還有問兩隻股份 我們稍後再回答 不如我們先聽一聽林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你好 早晨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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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甚麼想問 你為甚麼想問 那現在甚麼位置可以翻炒 是銀魚 好啊好啊 問一下阿頭 銀魚的豪島股 看到今天跌1% 可以68.25元 林先生你便想問 哪個價位可以再入 接下來公布倒收 是否可以再繼續看好呢 其實你的博彩收入的數據 我覺得未必會出到股價大幅做好 其實你的博彩收入強勁 這方面都是市場的預期之內 但當然5月份 涉及黃金周這些相關的因素 可能整體的數據 會有一個很強勁的表現 至於銀魚方面 其實我覺得與其薄的數據 不如炒上落 我覺得相對比較穩妥 你看回銀魚股價走勢上面 相對近期來說 是一個橫行的格局 越來越明顯 你從圖表勢頭上面 我想後市跌穿橫行格局的區間 機會不大 其實你看遠一點 66元至71元這些位置 炒上落 下到67元這些位置 開始可以去薄 67元這些位置買入 就薄它不跌穿66元這些位置 至於反彈目標 暫時來說 T71元這些位置 好 接著我們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李小姐在這裡 李小姐你好 8403元 抽不抽得過? 今天節的 我想問橫行指 如果她現在常站在358的位置 是不是她還可以上去? 好 那就問兩個問題 李小姐 首先問新股 還有想問大市有沒有力在上 我們先說新股 看到李小姐問8403股份編號 名字是天平道合 在創業版上市 主要在內地從事設計、策劃、統籌 以及管理展覽和活動 看到今天會截止 在6月12日星期二會上市 那些股份編號 你覺得可以抽不抽得過呢? 其實抽應該沒什麼問題 你說孖箭都折了字 超購71倍 你說八字頭 創業版股份 這麼小 你說這麼大的超購 都很容易炒一些貨型歸邊等等的狀況 再加上近期來講 香港的同業策息 都沒有有個明顯抽升的跡象在這裡 資金供應方面 都仍然不算十分之緊張 所以這些半身 這些新股 特別是創業版的新股 我都不覺得關於基本因素 我想短期來講 都很大機會有些炒作 放著你今天還有一天 你都是用現金抽 用現金抽 我覺得都應該不會有問題 好 接著他還問大市 想知道大市有沒有力再向上呢? 市況現階段 都是上落格局 有沒有力向上 你真是很依賴消息層面上面 或者A股的走勢上面 A股的走勢我會看得比較樂觀 但消息層面上面 我覺得就不要做預測的 你真是非常之難估 所以這些位置 如果你是真是兩邊看 市場看一邊 我覺得你現在未來 都是橫行在三萬點 至三萬一千點 所以你在正座中間位 真是說是五十五十的 但我自己看 向上突破的機會 都是相對比較大 始終我覺得A股 立入MSCI之後 我覺得整體型短期來講 不是說立入完之後 資金完全是停留 我覺得仍然會有資金 繼續去追捧 內地相關的股份在這裡 始終這個是A股國際化的 其中第一大步 我覺得完結之後 其實未來來 會有更多的機構投資者 可能對於A股有興趣 所以在中港兩地股市 整體表現未必說 會真的太過差 所以這些位置我覺得 可以去搏 但是大前提 可能真的能夠繼續 站穩在三萬零四百點 三萬零三百點 這些位置樓上 暫時我會建議 三萬零四百點 三萬零三百點 這些位置做止設位 參考這些位置 記得找的話 可以繼續向上網 暫時目標 都是看三萬一的水平 好 麻煩你 接著我們聽多位 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 有位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早上 黃先生有什麼想問呢 是 沒事 我都不太懂得買股票 如果短線的投資 你介紹誰好呢 是 短線的 你是想 有的 是 短線 剛才說 這位家庭觀眾 黃先生 他本身對股票沒有認知 他想找你介紹股份去買 他想做短線投資 你有沒有什麼心水可以給他呢 老實 這些位置做短線投資 真的 直播率不高 我覺得 特別你做短線投資 其實短炒 永遠幾時都可以入市 但是在這個市況當中 直播率真的不吸引 不會建議 正如之前所說 你始終看回第一方面 你短炒方面 特別對股市來說不熟 可能第一方面 你會參考指數 來做指標 之前說 恆指比較大的機會 會徘徊在三萬至三萬一千點 這些位置 所以你在正中間 三萬零五百點這些水平 上上下下 可能真的去炒波幅的話 很大風險 所以你說第一方面 如果你想短炒 建議都是以薄反彈為主 那你說薄反彈 都起碼指數 到三萬零二百 三萬零一百 這些位置去搏 才會開始比較吸引 至於短炒方面 有什麼對象 其實你說暫時來說 一些相對比較強勢的 都是一些零售股 但是很老實 零售股短炒 隨時會面對著一個高追風險 教育股 醫藥股都是 這些相對比較強勢版塊 如果你有少許時間 中長線的話 可能你看一年 看到年尾 去買這些相關的強勢股 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如果短炒的話 這些位置 即是駁一些弱勢股 出現反彈的話 直播率就真的不吸引 暫時會建議先抱上官網態度 特別是想著短炒 星期五即是說今天晚上 美國公佈過非農就業數據 會令到市場通常都很波動 所以說這些位置 更加不值得去搏 這些位置入市 短炒方面 真的以搏搏為主 好了 接著Anna 我們又再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另一位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早晨 早晨 你好 早晨 好像1313華潤水泥沒有過 什麼位置可以買 好像1313華潤水泥 好的 我們就問問Anna 家庭觀眾想問這隻華潤水泥1313 想問你哪一個價位可以買呢 看圖表看到它 其實這一排都可以說是很強勢 在上升軌培會 你又怎樣看這隻水泥股呢 Anna 其實華潤水泥的確是強勢的 但正如之前所說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 水泥鋼鐵或者煤炭這個行業 始終是現階段內地的供給質改革 令到行業的基本面是真的非常強的 特別水泥方面 大家預料水泥價 更加不會出現一個大跌的情況 大升了這麼多 我覺得華潤水 我自己的目標都是看到可能10萬這些位置 所以如果在這些位置9.2去追 上網空間一成都沒有 我覺得不吸引 而且市況都是反覆市為主 有機會落飯去 所以我覺得可以hold低少少華潤水 才會薄反彈 建議等到它穿9元 落到接近20天 可能8.8這些水平 才建議去薄 就算落到8.8 你看整個形態上面 一條中期的上升軌 都沒有失手 所以8.8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去薄 以8.5做止設位 承擔3號字左右 然後薄它上10元 看到華潤水 現在跌6仙 部位9.18 然後我們又回到Facebook 又回到YouTube 有朋友 Conny 剛才問了144 雕商局港口 另外還有再問股份 就是303 就是韋亦達 它同樣地 又是沒有說又沒有貨 只是想Anno給他一點建議 如何看這隻股份 其實韋亦達我覺得短期來說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炒作 當然大家會擔心 中美貿易方面會有些影響 但實際上 牽涉著影響到它們的產品銷售 機會就不大 我自己看的股價 都是上落格局位置 這些位置 我覺得買就不是太建議 有貨就以95元做止洩位 如果串賣理性止洩雪 至於你說如果不串95元 我想你中場才拿著 又應該沒什麼問題 始終你說這隻股份 其實過去幾年來說 看到業務真的相對的比較穩健 所以說面對著這個市況 可能會有一定的抗跌力 暫時來說都有條件 可以先走 接著他還問了一隻3988中行 上Anno給他一點建議 如何看這隻股份 現在正在升大約1% 報位4.14元 前幾天其實那些浪人股 都跌得很急 因為大家都擔心賺無違約的問題 現在這個憂慮 是否可以說舒緩了一點 憂慮是有略為舒緩的跡象 但我又覺得短期來講 下銀股很難出現一個很明顯的反彈性 在這裏 因為整體研內地的資金鏈上 都仍然是比較緊張 但當然說這些位置 可能你說會搏 內地會不會有些寬鬆的政策 有機會出到呢 去扶持整體研 去幫助整個資金鏈方面 舒緩的流動性在這裏 但是你是從這個因素 馬上去搏 就不及人 中行其實下銀股 正體研特別四大項 我覺得如果下多一點 是有條件級 中行四元這些位置是值得買的 但是現階段四個一這些位置 先保持觀望態度 其實如果完全沒有貨 四個一樓下 可以考慮以一個分註級納的策略去買 只要不穿三個七這些位置 其實中長線來說 我想繼續向上望是完全沒問題的 如果四大項裏面 除了中行之外 你會否建議 可能你會教人觀眾 可能如果你沒有貨 就不要買中行 反而買建行 公行這些會比較值得 其實分別就不會太大 整體研研的基本因素上 我覺得 當然你說建行 可能你說公行 息差的擴破速度 可能相對比較特別健康 見到整體研研的泰存結構上面 都是比較穩健 或者過去來講的 息差表現是比較好的 但是你從過去業績上 看到雖然比較好 但是會不會有追落後的情況 有這個因素在 很老實 強勢的一定是建行 農行為主 但是你說公行 或者是中國銀行 可能有機會追落後 所以實際上 我覺得分別不大 最重要其實 農人股現階段 最擔心都是說 有機會需要去 集資 或者發行一些 新債股份等等 集資去補充CET1 但是四大行 機會都不大 這個也是說 為什麼說四大行 分別不大的主要因素 好 見到四大農人股 暫時就個別發展 譬如建行 就升一仙 補於7.93 而農行 就升三仙 升0.7% 補於4.09 至於工商銀行 現在稍微偏遠 補於6.48 跌至0.3% 好 接著我們回答 多個YouTube朋友的問題 Karen 他想問Ano 1071 這隻股份 即是華電國際 他想問前景是怎樣 他現在沒有貨在手 想問Ano 現價可不可以入 小編幫我們回答了 就說煤價不升 對電力股有沒有利 正路是這樣想的 煤價升不起 整體現役 對於他們來說 電力發電成本 整體現役 不會有大幅上升的情況 是有利 但是要留意 不是什麼新鮮新聞 始終說煤炭價格 要他們有目標 落到每噸 可能600元以下 都說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這些電力股 你看圖表走勢 1071 股價升了很多 由2月份開始 反彈起來 2.5 升到3.7近期的高位 如果單單是5月份 都由3元邊 這些位置升上來 升了兩成多 所以煤炭價格跌這個因素 我覺得反映了一大部分 反而短期來說 煤炭價格 好像近期有些回穩的跡象 影響到股價 升了這麼多 出現技術調整 真的機會會比較大 是可以買的 見到整體現社會的發電量 仍然是比較強勁 但是短線調整的風險 會包括什麼 第一方面煤炭價格 有機會反彈一點 第二方面 最主要的風險因素 就是中央仍然是限制 整體現這些火電的電力增長 所以即使社會發電量強勁 可能你是說受惠的 即是說一些風電、光復、新能源為主 所以我覺得 先撲回套 如果有機會落到接近20天線 3.45元是可以去薄的 3.45元這些位置薄反彈 以大約3.3元做指摘位 就看目標 可能望到4元這些位置 好 Mano覺得可能要低一點 3.45元才賺入 設置指摘位置3.3元 而目標大約可以上網到4元 見到華電國仔 現在跌大約1.1% 佈在3.57元 好 麻煩Anno你的分析 以及解答了這麼多家庭觀眾朋友的問題 剛才我們提過這麼多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呢? 都沒有持有的 好 麻煩你 我們現在有設置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